- 嗨,大家好,我是Jeffrey,曾智力 今天要帶大家進一步的深入我們學校 看看我們每天上課是什麼樣的,上的是什麼內容 今天是星期四,課比較多 早上有一節 songwriting 之後有一節 private lesson 是鋼琴 然後再有一節是 apply entertainment business 接著有兩節, LPW 就是 就是live performance workshop 一般一對一的四腳課是50分鐘 然後大課會是兩個小時 這邊學校跟國內不一樣的就是它排課是沒有飯點的 基本上都是連著的,從早上到下午 比如我即將上的這一節課是11點到1點 接著是1點到2點,所以是沒有午飯時間 包括晚飯6點到7點到8點我都有排課 我感覺這邊的人跟國內不一樣 就是他們不會花太多時間在吃飯上面 基本上就是下課拿一個三明治或者一個漢堡 然後再一杯咖啡,老師同學都一樣 很快地把它啃完,然後繼續上課 這裡是一杯咖啡的 一杯咖啡,老師同學 Here we go, like this X chords So you're holding So nothing's really short You're the boss of all these people Until you sign a record deal Then the record label is your boss 剛剛結束的課叫做 Apply Entertainment Business 娛樂產業的一個課程 這個課主要講的是一些 娛樂上的法律 還有商業上面的一些知識 大概講一下我的這個專業 我的專業叫 Independent Artist 我們的課程有 Visual Media 視覺傳媒 Artist Identity Song Writing 歌曲創作 Recording Project 就是錄音工程 Logic 編曲 編曲有很多可以選 你可以選 Pro Tools 還有Logic 另外就是自己的專業 我的專業課是 Keyboard 鍵盤 還有其他 雜七雜八的課程 我們一個學期要選 三到四門選修課 等一下 我有兩個選修課 叫做 Life Performance Workshop 所有不同專業的學生 聚集到一起 老師先會示範一次 然後把譜發給大家 在沒有任何排練的情況下 把這首曲子完整的展現出來 這個專業的期中考期末考 還有最後的Final Project 就是提交我們的作品 由我們自己作詞 作曲 編曲 錄音 混音 海報的設計 專輯封面的設計 我們全部都要自己搞定 OK 繼續講一講我們學校的事情 我們學校是24小時開放給學生的 一開始我會覺得說有必要嗎 後來我才發現真的有必要 因為我們的任務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現在還沒工作 哦 那為什麼是這個曲子 開始唱的 從開始 我覺得是一個四個酒吧 哦 嗯 對 嗯哼 嗯哼 比如我們有一個songwriting的課 每週交一首原創歌曲 對於我來講每週要寫一首英文的歌詞真的很難 還好我得到了很多同學的幫助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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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嗨 嗨 就是一轨 就是trap 然后 同时读到一个 30分钟 另外还有一个超级变台 叫做Cowriding Workshop 它是一个团队的 创作,随机把各个 专业的学生分到一组 然后给20分钟的时间 让每一组的成员在短短 20分钟内要创作出一首歌 包括歌词,旋律,编曲 这些毒品都给我饿了 我只能够回来的东西 我说你 不停,不停,不停 我会不停,不停 我会把你身上的弹性 我会不停,现在我的维尔子 是很高的 我说我会不停 我会不停,不停 我可以想起来 我能吃 我能不能够睡 我能不能够睡 我能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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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能够住 我来自我回头 做了些事 我能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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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一样的 假如你分道的那一组 没有一个是乐器专业 但是刚刚好是一个音乐制作专业的学生 那他也是要在20分钟内编一首曲出来 然后这个星期是期中考 有一个课的要求是在一个星期内 要创作出两首歌 包括词曲编曲录音 在一周之内要把这两首歌的demo叫上去 这两首歌就是这门课的期中考打分的作品 所以基本上每天晚上 我都会在学校待得很晚 要么就是跟同学在studio里面做作业 要么就是在为第二天上课做准备 每天都要跟乐队一起合作演出 这个演出会打分 每一天大概会有五到六场的表演课 同时在进行不同的教室里面 为什么要分那么多场呢 因为在美国的音乐是分得非常细的 他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R&B 乡村民谣 摇滚 爵士 布鲁斯 还有Fusion 拉丁音乐 甚至他的R&B还有分出Classic R&B 特别让我惊讶的是Kpop 也有在分类里面 我也是来到这里之后才发现 韩国的音乐不仅仅在亚洲有特别大的影响力 他甚至影响到了美国 Kpop已经是他的一个音乐分流了 因为我在国内的大学念的也是音乐学院 所以我会把国内的音乐学院跟这边的音乐学院做一个对比 学校的外观长得并不是很好看 但我发现这边学校的钱几乎都在在设备上面 这边的设备真的是非常齐全 基本上所有各个专业的学生需要用到的设备都不会缺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看股房 每一次我很困的时候 我都会到股房了这个星星 这里就是股房了 学校虽然不大但是五脏俱全 有非常温馨的学生交流中心 有沙发有小舞台有乐器 然后还有吃的喝的 大家可以聚集在这里交流 也有一个小小的无人超市里面 这是我们学校一个小小的caputery 然后那边有微波炉 有冷热水冰水热水 然后有杯子啊纸巾啊供大家使用 这边是一些零食小吃 这是一个咖啡机 然后大家会在这里拿想要吃的东西 那么有一个自动扑款式 就有点像沙内现在的那种无人 无人超市 然后现在是一个咖啡 我的朋友Bara她是一个vegetarian 她吃汉堡的时候 她会把那个火鸡肉挑出来 然后我就吃她的肉 每个学生还可以免费申请一个箱子 然后可以把自己的乐器 还有书本锁在学校的箱子里面 这样就不用每天背着那么重的东西来回跑了 我很喜欢学校的地理位置 因为它在好莱坞的正中间 所以每次都可以遇到有人在拍戏 它的缺点就是在拍一些大片的时候 经常会封路 这样会使得我们上课非常的不方便 尽管有一些演员我都不认识 但是就觉得特别的好玩 仔細一点 what I need 词决听 She's my smile when I'm feeling blue She's my good night sleep when the day through Let me tell you what she means to meet him She's kinda like this Kind of like this feeling after your first kiss Except that everyday she's make me feel like this she's exactly what i need oh yeah yeah she's soothing life the ocean rushing on the sand she takes care of me baby she helps me be a better man she's so beautiful sometimes i stop to close my eyes she's exactly what i need yeah she's soothing life the ocean rushing on the sand she takes care of me